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對於黑澤民的概念是什麼 《黃泉之徒》是我第一次玩到這類型的遊戲 以前還只是不小心轉台 轉到黑澤民的電影七五次 一開始我在玩《黃泉之徒》 馬上就想到這個電影 兩個風格太像了 都是抵禦山賊的故事 只是這次我們就不用當農民 自己就是一個武士 從小被師父練到大 砍爆這些外來的山賊跟土匪 主軸其實不錯 而且利用黑澤民的方式詮釋 在各種不同遊戲類型 跳出一款 其實也是蠻新鮮的 我玩讓人難度 差不多就七八小時左右就可以打破關 如果你是玩簡單難度的話 也有人說四小時就可以打過了 只是因為遊戲裡面有各種不同的結局 我沒有特別打完 因為老實說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 遊戲只要打一次就好了 那你要是想知道為什麼 這部影片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看完 畢竟一句話就評斷我對遊戲的看法 並不是我想要傳達給大家的來龍去脈 還是由我逐步跟大家簡短聊 這遊戲到底在說什麼 但你要是很喜歡這款遊戲 這部影片可能會讓你覺得 不是很舒服 所以大家要慎重觀看 首先你要是真的很想要了解 遊戲的骨幹 勢必要先從他的故事開始漲氣 只是黃泉之族他整體的故事 我會提七集是 真的就跟他一模一樣 主角從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跟師父練劍 劍術可以說是比成人還要強很多 你會因為跟師父練劍的時間點 就遇到強盜襲擊 拿起武士刀幫助我們的老師 那我會講主角的劍術很強 因為其實武士刀的精神 講究的都是意念 並不是你年齡是小孩 大家就會因此多疼愛你 被強還是會被強 被殺還是會被殺 黃泉之徒把這個黑暗呈現得不錯 遇到第一個強盜 要跟他打起來 講真的 我以為會劇情殺 畢竟我都小孩子了 強盜應該不會這麼狠吧 結果 來吧 哇 還以為 小孩打輸很正常 結果我是真的回到那個很新的年代 你因為這個開頭 慢慢會了遊戲的玩法 可以架刀 輕鬆攻擊砍殺 最後到很關鍵很關鍵的敵人 你以為自己可以打贏 卻跑出一個劇情殺 擋著你 最終因為師父拚了老命 跟這個盜賊互相砍打贏 但他也受了重傷 離開前把保護村子 這個遺囑托付給你 故事也就此展開 從頭到尾 我們就圍繞保家衛國在跑 而且在遊戲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在市敵販賣跟抵禦外來人 是有分不同職業的 有些是會拔刀的武士 有些是單純種田跟販賣的村民 必須要有村子 才可以抵禦外來的盜賊 所以即便長大之後 我們還是會再次遇到 搶劫這件事情 很妙的是 有次又遇到 小時候同一批的盜賊 盜賊老大還是同一個 哇 這時候一定很混亂 怎麼有人能夠 可以讓人打溜打 所以我們又要回到 小時候的光景 再次跟這個老大衝來一次 以前是老是攔住我 這次我才不會輸咧 好喔 結果還是輸給他 來到了彼岸 遊戲叫做黃泉 這邊就是遊戲自己的設定機制了 黃泉的設定很妙 你在路上很多你斬殺過的人 會因為你來到這邊 又再次跟他們對打 只是有些已經是靈體 所以瞬間移動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是很輕鬆 有些還會搞假動作 但這邊最主要的用意 其實就是讓你找到 最終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可以選擇生前沒有愛過的 青梅竹馬、愛子 也可以選擇放下刀子 也可以選擇修羅之路 我覺得復仇 一直都是主角的內心戲 所以從頭到尾 修羅之路 放棄原本的自己 就是我的選擇 因為他的主軸 就是不斷圍繞保家衛國 這四個字貫穿整個遊戲 所以即便你知道主角有這麼師傅 他很快就死了 你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輕 因為遊戲根本就沒有讓你精力 小時候常常會提到 師傅從來不會練習中離開 很輕描淡寫補上這段劇情 還有即便知道愛子是師傅的女兒 然後你從小就很喜歡他 但是兩人會因為要保護村子 變得沒有空閒 沒有時間談戀愛 搞得要去黃泉才講到這件事情 整個就很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才會覺得 修羅才是主角的政界 總結來說 其實故事隊友來說 並不吸引 沒有太多的 高潮沒有太多的 鋪陳就是很單純的一路砍到底 當然單純的砍殺遊戲 其實不少 黃泉之路確實是可以算上一款 主要用劍擊一對一方式去呈現 有時候人多才會搞一個 背後偷襲或是偽翁 可是如果你整個貼在最左邊 或是最右邊的話 屁股不要有空隙 基本上不會被人家嘟 只是在現實 你會看到人家排隊搞 車人戰一對一 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遊戲最主要的設計 就是用2.5D的方式去搞 好像也只能這樣 我是覺得很怪啦 搞得很像買快篩一樣 攻擊的模式很簡單 正方形輕攻擊 然後三角形重攻擊 如果把敵人打到暈眩 就可以進行處決 遊戲裡面叫做絕殺 絕大部分都可以用 三角還有正方形 做招式上的搭配 因為其實進程慢慢往後推進 招式也會變得越來越多 可是大後期大多數都是要把敵人 打到暈眩就絕殺 因為絕殺的執行動作是無敵的 遠程實在太難搞了 最高難度兩顆炮彈就直接讓我死 所以絕殺就變成超好用的一個手段 就算拿到很多的招式可以用 你會用的就是那幾個 先暈後絕殺 其他招式會因為難度不同才可以施展 但是黃泉之徒也很聰明 有設計一個遠程給你使用 有分弓箭、手裡箭、砲彈 砲彈也是你打人家兩發就可以射爆人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難度上的問題 敵人裝填砲彈的時間都超快 射完一發直接換下一發 所以遇到這種砲彈 不優先把他打死 那一直狂死就是你了 在這路上你也是會找到很多背景的知識物品 了解古物在日本是怎麼描述他們 讓你知道這遊戲的時代在哪裡 我原本還想說破關之後 再來好好研究 理理這故事在講什麼 欸?結果我破關之後 再開一個更難的新檔案 前面的紀錄通通都沒了 我想要在某個進度重跑就沒有辦法 這也是為什麼我用直播檔做這片的原因 而我覺得遊戲整個來說 它最大的不足在於豐富 你從頭到尾都只知道要保家衛國砍人 但這些東西都沒什麼回饋 可以讓我去增強自己 你從起初是小孩子可以駕到反擊 這就是你最好的一招了 前期到後期都用到的一招 因為抓到實力就會回血 對常玩動作遊戲習慣後其實就不難抓 中途雖然會撿到不少的武功秘笈 換到各種不同的新招式給你用 但我前面已經提到了 如果你選的是最難 永遠就只會善用那幾招再打 殺完這些盜賊也沒有能力值可以點 所以砍殺隊伍來說 起初玩真的很有趣 但差不多打到中期就會覺得 整路很平和無聊 沒什麼太大的突破 其實整體氛圍用黑澤民 還有古早悶蒸的音效呈現 加上用刀的架式 也有真正練過劍道的人來說 這款的灰刀很標準 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場 我覺得算是新奇 但太多細節可以更好或是更突破 是我覺得很可惜的部分 而且在直播的時候 大多數人都有提到 如果它是彩色會更好 不能自定義彩色跟黑澤民 感到無解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是覺得 皇權之徒現在在XGP 現在是可以白票 你要是有包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 它在Steam的價位也不貴 就300多塊 同等價位的遊戲跟它對比 的確算上是一款中上的砍殺遊戲 就是少一點突破 吸引力對我來說 也沒有很大 我才覺得這遊戲 只會玩一次 就不會再開第二次了 當然遊戲是主觀的 你看完遊戲的地方 可能不太認同我的說法 那也沒有關係 可以自己聊聊哪個地方你喜歡 哪個地方你又不喜歡 不管怎麼樣 在遊戲空中期 還是可以嘗試玩看看 那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SKYNE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